有一部电影叫做重装教室 就是武装非常重的一个教室 我本来以为这是一个传道或者是暴力片 而我对这种话题其实并不是很被吸引 可是呢看完以后 我觉得这部影片真的值得很多家长带她的小孩子去看 三母是美国宾州的一个人 她的身边有三个爱她的女人 她的妈妈她的太太她的女儿 可是呢她就是进进出出监狱 然后呢吸毒打人抢劫 就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男人 又有家庭里面又有暴力 可是三母呢有一次在路上又是乱来的时候 她以为她杀了一个人喝醉酒跟吸毒的时候 她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 所以她突然一下觉得不对劲了 然后她的太太以前是那个脱衣五娘 自从她去监狱最后一次出来的时候 她太太就不愿意了 她乖乖去个工厂去做女工 她起先都还不准她太太去教会 后来呢那一次 她觉得她自己杀了人那个事情之后 她就很紧张 她跟她童年一起成长的那个好朋友 一起就开始慢慢改变 竟然呢也就被勉强的状况之下去教会 而且受洗了 从此她的人生改变 她开始就去做工 帮人家做工地工人赚那个小钱 然后她的工作态度非常的好 以至于呢工地的老板就协助她 然后经过有一次呢 就在她觉得她已经走投无路 都借不到钱 把她最心爱的一个 这个大型的重机的那个机车都卖掉了 有一次去到一个地方 她太太看她晚回来很不高兴 而且看她手上这边又有一个那个 那个针的那个痕迹 太太以为她又去吸毒了 结果不是 她是去卖血 但是卖血只卖了20块美金 20块美金台币差不多只有五六百块钱 她快走投无路的时候 来了龙卷风 美国这个龙卷风是在内陆 常常发生的 她好好地保护她的太太跟女儿 把他们送在那个地下室 然后她自己整个房子都吹走了 她那时候突然感觉到 她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跟爸爸 但是这一件灾难背后带来的是什么呢 很多房子都倒了 所以需要工人 那么她这个时候她就置地门户 就做了建设房子的公司 开始她就赚钱了 可是赚钱的过程当中 很专心地去教会 那个很虔诚了 有一次有一个牧师 来到他们的教会 谈到他在非洲所做的事情 也就是在苏丹 苏丹这一个贫困的国家 但是很难想象 我觉得很奇怪 很多贫困的地方还是要有斗争的 就是抵抗军跟所谓的什么什么军 也搞不清楚到底谁对谁错 可是竟然就弄到有很多人是被整个村子烧杀 掳掠掠掠掠 而且把小孩子掳去 让那个半大不小的小孩子都拿着枪去做战 他听了以后 当他现在的经济条件比较好 就跟太太说我去看一下 去看了一下 她的人生180度的转变 因为她真正看到了被烧的 被地雷炸的小孩子 半个身体就没有的那种画面 他抱着那个地雷受伤的小孩子大哭 他回来以后就告诉他的太太 他要做两件事 第一个蓝图画了 他自己会盖房子 他在他们家的对面就盖了一个教会 然后就开始招募会员 OK 牧师不来 他就变成自己上去讲 所以他这个教师是这样来的 然后他第二个说 我要去看一下 回来以后 他看到了那些 这个不是被逮去 要不然就被杀死 要不然就被烧死的那些小孩 遍体都是 他要做一个育儿院 养这些小孩 但是这条路呢 走起来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那个抵抗 那个什么 是敌对精还是抵抗精 我也搞不清楚了 反正他们就会过来破坏他 他的这个 为孩子盖的这个房子 也曾经全部被烧毁掉 他真的是身心俱疲 他要回来的时候 没有想到信仰 非常虔诚的太太跟他说 你给我重新再盖起来 所以一个人要做一件事情 背后需要有很大的助力 他的财产也为了这一个 去非洲救那些黑的小孩 自己的孩子反而常常没有时间陪伴 他的女儿也不谅解他 可是呢 他的太太支持他继续做下去 那么他在苏丹那一带就变成 一个传说中的白人教室 因为他专门救小孩 然后专门就去募款 他的房子 一胎二胎不断的贷款 没有的时候 他去跟朋友拜托 朋友就像施舍一样的 给他一些小钱 他就拒绝跟这些人往来 那非常非常的辛苦 然后呢 在这个片子的最后 我就为什么会建议说 妈妈爸爸带小孩子去看这东西 因为台湾的孩子太好命 他不知道全世界 85%的人都还在贫穷线以下 他不知道在非洲跟印度 跟巴基斯坦 还有很多人是在用水 阴沟里的水在煮饭 或者是完全没饭吃 我因为常常旅行 我的旅行不是去百货公司 我去的地方全部都是菜场 跟那个真正的民间 尤其我最印象深刻的 就是我帮世界展望会做义工 我们去那个印度有看过 Teresa修女的 The House of Dying 就是垂死之家 通通都是接账的 快死的 他把他带到那边去 照顾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我去的地方是这些地方 我觉得真正的旅行 带给我最大的营养 所以像这部片子 我以为又是 有啦 这种画面非常多啦 而且也很刺激啦 可是残酷的画面也很多 我都不敢看 可是我觉得 父母带孩子看这个东西 会让他知道 有很多孩子是没有父母 没有饭吃的 所以当我们 有父母有饭吃的时候 这些孩子态度要好一点 那个向上的心要有一些 不可以像现在台湾人 那么多的月光族 所以到后来 跟他 认同他的人 比如说一个博士 在苏丹市做 谈判的 想要解决内乱的 结果飞机失事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人家 那个杀害的 他变成孤军奋斗 一个人在那边 身上带满了枪 子弹 都是重机械 因为没有办法 他说我就要 维护我的小孩子 在片尾的最后 很多人看完这个片子 都走的时候 我觉得最精彩的是最后一段 就是真实 当然片里面是一个英俊的演员 在演这个人 那这个真实人 最后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如果你坐在家里面 你的孩子被别人绑架 而且你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而且他可能会被杀 被烧 然后我去 想办法协助你的小孩子 把你的孩子救回来 他说了一句话 你还在乎我用什么方法 把你的孩子救回来吗 对 所以他是一个 因为信仰虔诚 为主做事工的人 去到那边 那黑的小孩子 跟他都没有关系的 可是他现在就把自己的家当 还有他现在的能力 就贡献出去 所以这一个 非常动作跟暴力的 而且看起来 从头到尾没有人场的 很好看的影片 他其实讲的是一个 真实的故事 这个珊姆到现在 还在苏丹 继续的救那些小孩 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我建议父母要带孩子 去看这个片子 然后呢 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幸运 跟好命 可是我更想讲的是 一件事情就是 各位 大家都很喜欢旅行 可是你要注意 旅行它有一个后遗症 你去什么地方旅行 它可能会改变你的命运 他如果去的不是苏丹 还是去的是印度 他可能就在那边 对不对 他如果去的是赌场 他可能就是好赌完了 所以像我的话 我一直觉得 我喜欢去的地方 就是乡间 所以我对农业感兴趣 我喜欢去的是 真正的一些服务人群的机构 所以我对于弱势族群 我非常愿意贡献 我喜欢猫狗 我会去看人家这个训练 那个老王犬的地方 我就会想要帮助流浪猫狗 所以小心哦 你选择旅行的对象 旅行的目标 它大概会决定你的人生 太多的故事啦 一次旅行 改变一个人的人生 走的方向 所以 《重庄教室》这部片子 推荐大家一起去看